80岁的身体 20岁的大脑研究皆超级老人不老的秘密 有些人的头脑特别敏锐 他们到了7、80岁的时候 记忆力与认知表现却更二 30岁的年轻人一样 科学家称之为超级老人 发表在权威医疗期刊的最新研究 分析了他们大脑不老的秘密 随着年龄增长 身体的老化通常伴随着认知功能衰退 但科学家发现有一群人 年龄一届80岁 但记忆力却和两 30岁的人一样好 甚至还更敏锐 美国西北大学范百格医学院的 梅苏兰认知神经与阿兹海默症中心 在15年前启动的超级老化研究计划中 称这群记忆力超群的老人为 超级老人Super Agers 希望从他们身上找到延缓智能退化的钥匙 该中心副主任罗加尔斯基Emily Rogowski指出 目前并不清楚究竟有多少比例的人符合超级老人的条件 不过看起来很少见 就算是研究人员只从自认为记忆力好的参与者中筛选 符合定义的人也仅有不到10% 研究人员追踪这些参与者 并透过脑部核瓷共振扫描检查和智能测试等研究 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 记录他们的生活史 并请求他们在死后捐赠大脑进行研究 科学家发现 这些超级老人的大脑皮质厚度远远超过一般老人 甚至和年轻人的大脑皮质厚度不相上下 这证明超级老人们不仅智能表现没有退化 而他们的大脑皮质也停止了正常的萎缩过程 超级老人的记忆力超群 大脑萎缩慢 无独有偶 西班牙马德里的研究人员 近期发表在刺鸽针长兽 The Lancet Healthy Longevity的研究也试图解释 超级老人具备了哪些特征 以及为什么他们可以维持智慧和记忆力 这也是同类型研究中规模最大 历时最久的研究之一 研究人员针对平均年龄同为82岁的64名超级老人 和55名典型的健康老年人 每年进行6次访问 追踪他们的生活方式 扫描脑部影像 采集血液样本 并对他们做活动能力测验 将这些数据统统输入机器学习模型后 从中找出两组的差异 经过5年的追踪研究 脑部扫描显示 超级老人在负责认知功能 空间记忆和整体记忆的大脑区块 比一般老年人保有更多的灰质 尤其在运动和记忆区块最明显 也就是说 超级老人在这两个区块的萎缩速度比同龄者慢 这一点与先前其他研究的结果一致 此外 研究中也发现 超级老人的忧郁和焦虑指数都低于一般老人 心理健康较好 而且他们通常在中年时更加活跃 超级老人对自己的睡眠状况也比较满意 在日常生活中的独立性较佳 研究人员认为 这可能因为他们的身体活动力 平衡感和记忆力都比较好的关系 共同特质 身体矫健心理素质强 研究也发现 尽管和一般老人相比 超级老人的整体活动力差异不大 但他们执行精细运动的能力好很多 在计时起身测试项目 超级老人从椅子上站起来的速度也更快 研究作者 马德里技术大学 临床神经科学实验室主任斯特兰奇 Brian Strange指出 虽然超级老人的活动能力与一般老人相似 但他们可能会从事原液或爬楼梯等 更需要体力完成的活动 斯特兰奇进一步补充道 身体活动有许多直接和间接的益处 包括降血压 避免肥胖和增加脑部血液循环 这些影响对于提高老后认知能力有帮助 另一个可能是大脑比较健康 是超级老人活动能更敏捷的原因 此外 研究还发现两组参与者 在阿兹海默症的血液生物标记上并没有差异 也就是说 虽然超级老人带有APOE基因 可能造成类淀粉蛋白堆积的风险 与一般老人几乎没有差异 但他们却能抵抗这个过程 并且仍可保留记忆功能 这也与早期的研究结果一致 全球科学家都急于发掘超级老人究竟做对了什么 国内虽也有不同单位建置大脑影像资料库 但大多是单一时间点的影像扫描 是否属于超级老人则需要长期追踪才能判定 因此关于超级老人的研究仍负之缺辱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高龄与健康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郭振元也提醒 或许这群人是天赋异禀 也就是和基因很有关系 大脑有可塑性 或许超级老人的各种身体机制相对于其他人来说 表现上就是比较好 想预防失智 向超级老人学习五件事 不过就算是基因造就超级老人的传奇 但随着年纪增长 所有人仍能透过生活方式的调整 来延长自己的认知健康寿命 让人活得老又身心敏捷 重视饮食中的坚果和纤维 每天吃一把坚果 日常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 包括颧骨、豆类、蔬菜 锻炼身体并且坚持下去 成为日常习惯 对大脑交叉训练 给大脑不同的挑战、刺激 脑神经专家米尔史丹 Mark Milstein建议 以交叉训练的方式来刺激大脑 因为学习新语言、新运动 及新乐器等不同的项目 可锻炼大脑的不同部位 参与更多社交活动 美国匹兹堡公共卫生研究院 研究员菲利克斯·Cinzia Felix 建议熟灵者 每周至少要有一次出门 与人进行社交互动 才能免于大脑挥制含量的减少 培养心理韧性 罗加尔斯基在超级老人的研究中发现 他们共通的特质是非常坚韧 许多人曾经历过苦难 但当不好的事情发生时 他们都能调试心理 接受挑战 接受挑战 接受挑战